大家好,我是Alex 我是一個21歲學中文的英國人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決定學中文 還有為什麼我覺得 每一個在香港住的外國人 都一定要學中文 那為什麼我會講中文? 因為我又去香港做交流生 其實我上個星期回來英國 我六月差不多一年前 就又開始學廣東話 那我開始學的時候 我覺得廣東話是真的很難學 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廣東話有很多詞 如果你講錯你的詞的音調的話 你的詞就會變異詩 譬如唱是聲 唱是舞 唱是window 唱是steel 好像唱東西一樣 我開始學的時候 這些詞有令到我好混亂 因為對一個香港人來說 這些詞真的很有分別 但是我開始學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一點都不同 我到香港之後 我又發覺我很喜歡 香港的文化 香港的生活 香港的食物 其實 你最後一句都買好賺經 我是英國人 那我關注英國的食物 那很出名 英國的食物是很難吃 真的很難吃 那 給英國的食物 都很好吃 對吧 先說一下 那因為我發現了我喜歡香港的文化感 多 還有我又遇到很多好好的香港人 我就比了心機讀中文更多 我每天都在家裡讀中文 還有我找了一些不懂英文的香港朋友 我又跟他們出街 吃東西 聊聊天 我覺得我今天說的廣東話越來越好些 那現在呢 現在我覺得我講得廣東話OK 我交通了 但是我每次說話的時候 我都會有些朋友 嘘我 因為我不小心說了一些初口 或者有我的朋友 這樣看著我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我想說什麼 那我覺得每一個學習中文的人都會經歷這些 我最後一件事想跟大家說 就是 我有很多人問我 做什麼你花這麼多時間學廣東話 是不是我不值得 因為香港是一個很國際的城市 有很多人會說英文 我覺得這樣想是錯的 因為如果你住在香港沒有學廣東話的話 你就會錯過很多機會 和經歷不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譬如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自己發現了我很喜歡看香港的電影 《無限道》 《重慶深藍》 《失戀》 大部分《周星馳》的電影 我都很喜歡 那如果我沒有學廣東話的話 我就不會看 因為 在這些電影裡面 都有很多東西 那些英文的節目 真的翻譯不到 我知道 開始學中文的時候 好像很難學 也都會有些人說 中文學不到 你十年才學到 真的 不理會你們 因為我知道 如果你堅持 和沒有放棄的話 你可以學到 相信我 那如果你是一個香港人 有些提示 給我 遇上我的中文 就 寫我一個訊息 我就會很開心 或者你是一個 正在學中文的人 如果你想多些 我有用什麼書 或者什麼方法 就留言在留言下面 我就會告訴你 那 我希望大家 又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給我一個 like 或者subscribe 好 下次見